提起时间,人们往往会感叹它可能是世界上最熟悉,同时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事。 毕竟谁也不知道时间从哪来,又到去往哪里。 在狭义相对论中,速度是时间的快进键,光速是时间的暂停键。 达到光速,时间就会静止,超过光速,时间会快退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是相较于仍然位于地球上的我们而言。 那么,对于光速飞行的人来说,又是怎样的光景,它们真的可以长生不老吗? 事实上,自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后,科学界就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地震,它改变了科学界内的很多认知。 例如光速不变远离,黑洞引力波等。 另外,还打破了之前经典的时空观,提出了物理学新时空观。 现今,众多物理理论也都是在相对论的基础上诞生的。 事实上,爱因斯坦提出的新时空观,不仅让人们对宇宙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, 还让我们知道了光的速度是永恒不变的。 任何有质量的物体,都不可能超过或是达到光速。 除此之外,他还指出,当一个物体的运动速度越快,自身时间的流速就会越慢。 这在我们看来,的确不可思议,但事实的确如此。 人类所谓的光速飞船,顾名思义是指速度达到了光速的飞行器。 有科学家从洛伦次变换公式中推导出,光速飞船中的时间是停止的。 这是否意味着,待在里面的宇航员可以永生长存? 其实不然,这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 即使搭乘了光速飞船,宇航员仍然在正常生活。 他们的寿命没有因为处于这个特别的环境被拉长。 其实,当人类的速度达到了光速,时间是否就会静止这些问题啊? 不少科学家都曾探讨过。 有科学家将速度越快,时间越慢这种现象称之为中慢效应。 虽说中慢效应在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,但是却因速度过慢,导致人类几乎无法察觉。 相关计算结果表明,当速度十分接近光速后,中慢效应才会显得极为明显。 当我们的速度无限接近光速的时候,可能会出现飞行一分钟,地球上就已经度过了好多年的情况。 假设达到了光速,这说明自身经历的时间就是静止的。 不同的是,这里的时间静止只是相对于自身来说。 也就是说,只有你的时间是静止的,外界的时间仍旧在前进。 显然,借此实现永生基本是不可能的,因为你不可能一直以光速飞行。 而且时间静止后,届时无人知晓究竟会发生什么? 或许时间静止之际,你的一切,包括思维在内,都有可能突然停止。 或者说,当你从光速飞行中停下来,也许世界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可以说,永生也完全没有了意义。 那么,在地球上的人们看来,为什么处于光速飞船中的宇航员可以永生? 首先我们要知道,飞行器达到光速后,地面上的人已经无法看到飞行器的存在。 它的波长变成了直线,处于光速飞船上的一切都会变得很慢很慢。 此时,无论是飞行器上的人看地球,还是地球上的人看飞行器,它们都处于停止的状态。 难道说以光速飞行的飞行器真的让时间停止了吗? 其实我们还需明白,时间的快慢是相对的。 相对于地球上的人来说,亚光速飞行器内的景象,犹如一场速度极慢的慢电一样。 从这点上来看,这的确可以称之为长生不老。 但是这种长生不老却显得毫无意义,毕竟它没有延长胜利寿命。 飞船里的人度过的一年仍然是一年,每天24小时,吃饭睡觉均不会有所不同。 回到地球后,它才会发现一些都变了。 鉴于光速飞船中的宇航员观测地球时也是如此。 所以说,达到光速的时候,两者相对而言都是不动的。 这一点也告诉了我们,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有寿命限制。 对于光速飞船来说,它不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,无论距离多远,都只是一瞬间的事。 但对于外界来说,该过程中的时间确实过去了很久。 有科学家曾指出一个抵达未来的想法,他认为,利用黑洞的强带引力, 让飞船沿黑洞的轨道运行,有可能飞船的速度会在黑洞巨大的引力影响下达到光速。 这时飞船会沿着黑洞轨道光速运行。 飞船内的人也在光速飞行,从而使其成功地来到未来。 飞船达到光速后,人类定义的一百光年这距离不会影响到它的时间。 飞船也只是过去了一秒钟。 纵观来看,在有些人的心目中,之所以总会出现以下错觉,即光速运动,时间停止。 这是他们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得出的结果。 相对论强调了,速度越快,时间越慢。 随着速度无限接近光速,时间也会无限趋于停止。 在这一点上,不让人忘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,也就是相对而自。 这也是相对论的核心所在。 这意味着,需要有参照系,时间的快慢才有意义。 简单来说,相对其他事物来看,时间在变慢或是变快,自身的时间却不会出现变化。 即使人类能以光速飞行,它自身感觉到的时间流逝速度不会变慢,自然也不会长生不老。 倘若它没有其他参照系,它会感到吃一顿饭的时间仍旧是数十分钟,其形成代谢的速度也没有发生变化。 对此,大家是如何看待的?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,感谢观看本期视频,我们下期再见。 大家好,我是启明,谢谢那些关注太空纪科普的朋友。